大家好我是Spark 我本身是槟城人 現在搬來KL工作 目前都是一直在租房 就有很多人問我說 Spark 你什麽時候要買房啊 這個時候我都會回答說 租房很好啊 怎麽要買房 如果我真的要買房的話 我也是買來投資的 而不是要買來自己住的 我本身如果要買房的話 絕對是功德起的 但是我就是喜歡租房 不喜歡買房 然後每次就會有一堆人 來問我說為什麼咧 所以今天 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不買房的三個原因 第一點是選擇 我覺得租房跟買房 最大的差別是選擇 租房的話 我可以每年換不同的房子來住 如果我買房的話 我一買 我覺得我至少要住5年才會換 這個還要看說行情 如果到時候房價不好 可能還會延遲幾年來換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買房也是可以每年換房子啊 我覺得買房不是說不能搬 只是那個成本比較高 有時候沒有那麼值得做 我們不能隨隨便便就換 要考慮很多的因素 比如買賣手續費 房產稅 重新貸款 房價等等的因素 擁有這個選擇 可以給我帶來什麼好處呢 很多很多 這個也是很多人沒有想到的地方 今天如果換工作換office的時候 我可以搬到公司附近去住 節省時間 孩子出事要換大一點的房 我可以搬 經濟不景氣收入變少 我們換小錢一點的 孩子要讀好一點的小學 搬 我們住靠近一點 這間房子住了風水不好 可以搬 你的鄰居很吵 可以搬 自然不好 搬 房子救了 搬 對面的公寓很漂亮 搬 那今天如果我想要提早退休 我也可以搬回槟城去 不用顧慮賣房供房的負擔 如果想要過上nomad的生活 到印尼越南台灣那邊 住一兩個月都不用煩 重點是你要有錢罷了 如果有錢 要住怎樣的房子 過怎樣的生活 你都可以選 那講到有錢 有些人可能就會講說 我就是沒有錢啊 這個也就是我要講的第二個點 住房會讓你更有錢 住房你不用給投契錢 房子裝修你不用給錢 買賣房子的律師費印花稅 你不用給 這個會讓你手上有更多的錢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供貸款的錢會比租金低 所以會比較值得 如果你只是算貸款的話 可能會低 但是身為物主 你每個月需要給物業費 也就是maintainance費 活險 門牌稅 廢水處理費 房子東西壞的時候需要維修 這些費用加起來 絕對比租房子還要多 所以如果你是租房 你手上的現金肯定是更多 你會更有選擇 我們來看最後一點 有些人會講說 買房的話那間房子是我的 房子漲價賺到的錢是我的啊 對沒有錯 但是前提是 這個是投資房 不是買來自己住的房 所以最後一個我要說的點是 買房不一定賺錢 我們買房來自己住 自己住肯定就是消費品 還貪什麼賺錢 我們剛才也算了 租房的費用會比買房每個月供的錢還要低 我這個的意思不是說 買房自住不能賺錢 只是說我們買房自住的目的 都不是在賺錢 這麼要以買房可以賺錢的這個理由來買房呢 因為就算真的是房子漲價賺錢都好 這個是自住房啊 你都不會賣的啊 蛤 什麼 你說你會賣 那你賣了之後你會拿來什麼 是不是拿來買一間更大更新的房子啊 這筆錢你也是沒有拿出來花到啊 只是拿出來又重新投入回去房子 買新房的時候又要裝修給手續費 如果買貴一點又要貸款又要繼續供房 所以房子就算是漲價真的賺到錢 都不會拿出來花的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房子可以重新貸款拿錢出來 然後買保險 死的時候就不用還了 如果真的是想要這個樣子的話 都不用買房的 直接買一份保險 然後把存下來的錢 在死之前花掉 死的時候一樣可以有一筆錢 那今天如果是買來投資的房 就另當別論 這個的差別在哪裡 因為我們買來投資的房 是租出去可以產生收益的 這個就是最大的不同 所以我說 買房投資可以 買房自住 就不要想著拿來賺錢了 買房投資的話 也不是每一個買房投資的人都賺錢 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策略 要看是想要透過收租 還是等房價漲的時候 才賣掉賺錢 然後也要做好風險評估 看如果說租不出 賣不出的時候 我們的收入可以支撐多久 所以不要隨隨便便就買房投資 一定要有策略 如果不會的話就去上課 現在市場上有很多的房產導師 不怕找不到人學 如果不想花錢的話 可以去看回我之前跟Tony老師合作 一起買房的系列影片 你看 這些都是免費的 我都沒有在收錢 所以能幫的我都已經幫你們了 那如果你們想要學習投資理財的話 一定要來上我的線上課哦 我每個影片下面都會有一個報名連結 支持一下 我的團隊也是要吃飯的 那有些人就會問我說 這樣你是不是要一輩子多租房啊 對 我就是要一輩子多租房 呃 退休時也租房 不怕負擔咩 當然怕啊 所以 我們就要把那個沒有買房的錢存起來 拿去投資 供房要30年 如果把這個錢持續投資30年 那這筆錢絕對夠我們租房租一輩子 所以我真的是打算租一輩子 我在這裡發誓 如果有一天我買房來自租的話 我就 肯定是因為愛老婆 因為老婆要買 所以我才買 有時候我們講到天花亂墜 老婆講一句 你愛我嗎 我就死了 能怎樣 不過 我一直都在跟我老婆洗腦 一直跟我老婆講 你看 你看租房租好 不喜歡的話可以一直換 當她講哪一個環境不錯的時候 我就會講 喜歡的話我們就搬去啊 然後又重複這句話 你看租房租好 所以麻煩你們看了這個影片 千萬不要去跟我老婆說 我再跟她洗腦啊 如果我的計劃失敗 就是因為你們了 我是相信你們才跟你們說的哦 所以不要跟她講啊 所以我們來總結一下 對我來說 買房來投資是OK的 如果是買來自租的話 我就不是很喜歡 有三個原因 第一 如果是租房的話 我有很多的選擇 可以根據自己遇到不同的狀況 就換地方住 如果是買房的話 換也是可以 可是成本就會比較高 第二 租房會讓你更有錢 因為你不用給買房的費用 裝修的錢 房子的維修 保險 門牌稅等等 房子里的東西舊了 你也不用換 可以省下很多的錢 第三 買房自住屬於一種消費 目的不是在賺錢 因為就算房子漲價 我們也不會把房子賣了 把錢拿出來花 那講了那麼多 我絕對不是在講說 買房來自住就是錯的 買房的這個選擇 是大家的自由 如果你想要買房來自住 也是OK的 我這裡只是提供 給你一個參考的角度而已 讓你去思考說 租房其實也是蠻開心的 也是可行的一個方案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我不想留言下面出現一堆的算命 最後想在這裡提醒大家說 我們從小到大 其實都一直被灌輸一定要買房的觀念 讓我們有去思考說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買房 不買房 難道就不可以嗎 有沒有想到說 其實在我們的生活中 有很多無形的手正在操縱著我們的生活 有些是好的 有些是壞的 如果可以的話 在我們的生活中 多問自己這個問題 這是唯一的選擇嗎 如果是 那是為什麼 如果不是 那還有什麼選擇 當你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的人生會出現更多的可能性 恭喜你 剛好玩這個影片 給自己一個掌聲 記得 不要讓我老婆知道啊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 可以幫助到你的話 請你按讚留言分享出去 來讓我知道 你的支持是我製作影片 巨大的動力 如果你想要看到我更多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哦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拜拜 我每個星期五晚上7點 都會上傳一個 關於投資理財的影片 如果你不想錯過的話 記得在我的臉書按讚 然後按優先關注 如果你想要關注我的私生活的話 就記得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謝謝大家看完這個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